其實賴清德他在這個政見會 他這樣子赤裸裸的 就點名這個馬英九 韓國瑜朱立倫 趙少康 然後把他們的 其實就是貼上了 這個中共同路人的標籤 他裡面他沒有說出口的 其實他就是在呼喚 那個省級的幽靈 在省級情節 我非常的覺得不恥賴清德 在21世紀的選戰 拿這個20世紀的那種的 對壘 當這個民進黨 在當時的時候 在台灣的內部 我們在這個省級衝突 最激烈的時候 是誰出來要大和解 是施明德 是施明德 找了這個新黨 找了這個趙少康 他們這些人要出來大和解 因為呢 省級的 省級的這個對立 以及撕裂這個省級 是對台灣帶來的 是最大最大的一個傷害 賴清德你今天 在面對你的這個選戰的時候 如果不是因為蔡英文 這將近八年來的這個任期 讓大家看到了民進黨的貪腐 民進黨的專政 民進黨什麼就民眾來講 什麼都缺 民眾最不缺的就是蔡英文 他們沾沾自喜的 那些大內宣的口號 他如果不是因為民進黨 沒有任何好誇耀的這個成績 怎麼會在這麼選戰 只剩下倒數幾天的時候 大打這樣子的一個省級的幽靈牌 而且是一種獵巫式的打法 他今天真的是只差沒說出口來 就是像剛才這個前子所講的 我們今天在台灣呢 就是人就是分這個三六九等 你今天是 你今天只有是 咬著民進黨的這個旗桿 認同民進黨的 認同民進黨的人 才有資格講你是臺灣人 才有資格講你是愛臺灣嗎 如果說你今天你的血顏的 這個身份上面 不管你是有半個美國人 還是有半個這個日本人 他就高人一等 高貴 而且他這個 他你的眼光 所看出來的這些人 不管你的這個祖父 祖母 父親 母親 來自於任何的地方 只要不是來自於 只要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我們就是要用歧視的眼光 來看待他嗎 你這樣子的一個賴清德 你眼中所看出來的新移民 新住民 我才不相信你有什麼樣的平等對待呢 這個今天已經是 今年是二零二四年 我們馬上就要二零二三年 我們馬上就要二零二四年 這民進黨在這個臺灣內部 塑造的是什麼 是一個綠色的麥卡錫主義 我覺得真的是瞠目皆舌 更何況是李正浩 李正浩 怎麼 怎麼可以拿這個吳欣營 他們去大陸領了這個獎 就把他去照上了 這麼大的一個帽子 全粹就是因為柯文哲去訴求說 我要走這個蔡英文路線 我也是墨綠的啦 然後呢 我是228這個受難者家屬 他們就是因為看到了這個賴 柯文哲打這一招似乎有效 似乎能夠把一些本來要投給綠營的 這個年輕人給抓過來 所以現在呢就忙不疊的去 在吳欣營的頭上呢 戴這麼一頂的帽子 進步一點好不好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